慢点 我不是在嫌你小名字吗 没关系 小心 你站这儿等一下我 好 等一下 你 你小心点啊 小心点啊 小心点啊 好 要不还是打车吧 那这的地址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是故意的 家媳妇 上车吧 好 没事 小心点 您好 您好 这不喝多了吧 还是 还是怎么样 没有没有 不会吐车上吧 不是师傅 师傅 我不会吐的 能坚持说 不不不不 先说好啊 吐车上 赔两百 好吗 他不是要吐 他是肚子疼 医院 先往医院开吧 师傅 稍微快一点 好 从彩超的情况来看啊 是急性兰尾炎 而且你这个情况拖得挺久 要是再晚点来啊 就要穿孔吧 那接下来怎么办 一种是保守正常 先住院 把炎症消除 住院 另外一种 就是直接进行手术 那 直接手术吧 好 没事 宋志 已经喝完了 赶紧回学校去 猜我们不安全了 我在外面等你 这是什么打手术 没事 等你做完 这手术得做 你别说话了 那你去找点东西吃啊 嗯 如果我今天没有跟他约好一起吃饭 他估计就会强身下去 连医院都不会来 放置过多劳累 请求 喂 妈妈 喂 芝芝 这都十点多了 怎么没给妈妈打电话呀 到宿舍了吗 还是跟朋友出去玩了 嗯 没有 你记得 我哥有个同学吗 就是 我高中的时候 来给我补物里的 段佳许 嗯 妈妈记得 那个小段对不对 嗯 本来是约好今天一块吃饭 但是他突然生病了 所以我陪他来医院了 生病了 什么病啊 严重吗 记性栏尾炎 正在做手术 这个孩子也太可怜了 家里没什么人 没什么人是什么意思 他家不就在一鹤吗 他那事我好像之前没跟你说过对吧 他的事我好像之前没跟你说过对吧 嗯